主要是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反动过来 应该是圣诞节那些人去太古仓 因为之前疫情的时候 整个太古仓都停业了 那就甚至他直接把马路两端 拿那种炸道给封起来 我当时也拍过视频 那个时候可老村了 停车场都没什么车 如果是正常营业 好多人去就会停好多车在那边 反正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也去逛过 那个地方有很多适合网红拍照的那种地方 也有很多酒吧街餐馆什么 就想适合年轻人去放松一下 我的特别有的风格 我就想去那逛逛可能还行 没有疫情的时候 但是喝酒和餐厅对于晚上都一般般 喝酒就不说了 我没有兴趣去专门跑吧外面喝酒 餐厅 主要是那会儿就有疫情了 所以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螺蛳粉 心态还挺多人 螺蛳粉 螺蛳粉 反正 麻辣烫 五十号顾客 那今天在这个阳光复麻辣烫今天还挺多的 他说请五十号顾客去吧台取餐 今天有五十个客人 这个潮济本店里有几桌客人 四桌五桌 四桌五桌客人 反正我是不会现在去台湖 苏特拉 虽然我知道他现在恢复了很热闹 但是人太多了 我是正需要最后一个羊的 因为现在亲戚们发烧的有那么一半了 在广州的亲戚们 剩下的没发烧的这些 尤其我和我外婆坚守没有任何症状 最多就是特别冷的那几天 稍微有点流鼻水什么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就没有难受发烧这类的 反正争取最后才养了 尤其我刚刚给我外婆买了高价药 买了整整130块钱 虽然全部都是医保付的 没有个人付 但是本来要是什么 比如说像那高铁鸭药 在红十字会医院零差价 公理医院零差价买 也就只要4块多一盒 两盒也就只要8块多 再加个包包费10块加一起 两盒也就18块多 但是这边差不多14片和21片 等于少了三分之一 就要12块多 这还是比较便宜的 那里头还有一些其他药更贵 那些什么消化道的药 还顺免的药 反正最后加在一起 买了130块的 老婆婆感觉好像回去又心疼了 反正他就老念叨 什么时候去红卉开药 但是我不想让他去红卉开药 便宜那点几十块钱一共也就 他这些开完的药又能吃一个月 他最好这一两个月就甭去医院 就稍微开个药花点钱 这一两个月甭去 错过这个高峰再说了 又冬天本身老年人就容易撑不过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好多老头老太太熬不过去 咱就不要赶在这个人口 容易挤兑的时候生杀病 这个时候容易有危险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不放开第四针随便打 他现在还是只有60岁以上老头老太太 才能打第四针 而且还不是每一个疫苗接种点 都能打第四针 有些接种点不能打 但是60岁以上老头老太太 还要是愿意打的 早就打了 像我外婆那种 80多了 又有各种基础病 他有顾虑 我没有顾虑 所以也不会打的 但我舅舅那种 60岁以上 但是天天宅家 他也觉得自己天天宅家的人不需要打 而且他也有一些基础病 不过最后也发烧了 反正 而且他发烧还比我表哥还早 我表哥可是在公共交通系统里工作的 人家都发烧比较晚两天 舅妈是打了疫苗的 虽然我不知道他打了几针 但是他是打了疫苗 因为他比较社交会出来的 那个不像我舅舅那么宅 他是打了疫苗的 不过他也跟舅舅一起发烧 他比舅舅晚两天了 不会比他早点好 可能舅舅发了连连续续 他一会发烧 一会儿降下来 一会儿发烧 一会儿降下来 三圈续续可能发了三四天 我舅妈可能也就一两天就好了 就成了 那我看看这里 那个酒吧店里头有那么一点点 也不是很多 就是靠窗的桌子有一些人 可能有那么几桌 比起他那么大一个店来说 几桌就很少了 这个韩国的料理终于也有人了 之前都没有什么人 他以为是不是韩国料理 没有人气 挺多人呢 你看 这坐的 坐的挺晚 你看这里头 全都挺晚 感觉都坐的 可能没剩什么 那么多空位了 就没有大眼看过去 直接空的位置了 说即使太古餐恢复营业 也估计年轻人都养完了 出来正经 出来吃了这个铁锅炖 也放上去有买些人 你看上面那桌也有人 下面这也都全都 就有那么几桌 没人的 铁锅都大了 还是有些生意的 这家听人声感觉应该就有客人 外面桌都坐了两桌 里面桌也是有一些 可能有个里头桌也有个四五桌的样子 外面这个是什么 做煎饼吗 这做薄饼吗 就看这个工具 很像普通的传统的果子煎饼 看这个可怜的 和酸采洋厅 这周边这炸篮 就是这么倒在地上 不知道是风刮的还是谁推的 这是它一个站点的设备吗 就这么些炸篮 这么些设备 过小米线也要几堂人在吃 现在可是已经晚上八点多九点了 我看一下 八点 八点零几 反正也不是那么晚 这家砂锅粥店没人 就只有一桌两桌 国外的人不是很喜欢骑电那些电鱼的 我感觉国内还挺多人骑这种东西的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 他那个写着丢车包赔是个什么 难道他们对他这个车这么有技术信心 保重丢不了 看这种有1299的 这1700还有2200的 这种车是不贵 真不贵 我去我上大学那会儿 买一辆电动车 随便便就给2000多 买稍微好点 2800 2500 而且我那会儿上学 也没有很高追求 能骑就行 我从学校到宿舍 有4公里 5公里感 我肯定不会 平时女生 我那个时候骑电动车 就已经很沉了 不会骑那种大体积 大重量的 骑自个电驴的 都是骑那种小桥子 基本都是按照那种比较便宜的 什么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就算是个二手 以旧换新 什么那种 可能都要不止1700 这么点了 估计都得1800 现在电动车 不知道是价格战还是技术 下来了 感觉比那会儿便宜了 看着这个感觉像是加油的 但是又觉得像是加电 我还真是加电的 这是个充电桩 但是为什么空着这么多门人家 因为这个都是加大型车的 给这种大公交加电汤 那你说不是号称说充电难 电动跌 真是经常充电的 充电桩没有位置 所以为什么看上去 像是有一整排的充电装置 没人用 虽然它好像是在公交汽车站这儿 本周南方应该是很适合弄电动车 因为你看像今天寒潮那么冷 也就是晚上4度到6度 总体来说白天也是在十几度 尤其是晚上那么冷 白天也是16度到19度 可能低一点也怎么也就是15 6度 电动车的话 它不是说冷了以后 里程就会下降吗 因为那个电池就不行了 南方的话因为它不会有那么冷 那里程不够树 冷的样子不够树的那个日子就少了 可能一年没有多少天会有那样的日子 大部分时间都足够热 电池不影响都比较香 路边小超市 反正南方的超市都超级小 超市超市基本就相当于北方的那种普通的便利店 比那个不积一小店要大点 但是基本都北方都是那种大型超市 都是加勒福 沃尔玛那类的 看这边的超市都很小 南方的超市 北方还是北方鲍 北方的浓尾 北方汽一它 北方的浓尾 白 Senate 北方的浓尾 北方的浓尾 北方看到了 今次我在北方四揄 出到北方的浓尾 这条街晚上其实平时车不多 但是人还走路挺多的 反正我今天在楼上都看下面就车多了 我都能看到这条不是很多人的小路 就靠近太古仓那个方向上的车还比较多 能感觉得到估计这波仰完了以后 年轻人春节前就会全冒出来 开始热闹消费狂欢了 可是我还不能出去浪 我得等这波高峰粉购过去了 我要争取和我外婆一只手着做最后一只羊 争取春节后之后都不羊 反正如果过完春节了最后大家都不羊 我可能会种出去稍微浪一浪 那个时候估计已经 所有可烧的柴火都已经烧完了 这没的可烧了 我想起来我爸说 他们原来在大兴安岭那边 要想防止着火怎么搞 就在远处的大火还没烧过来之前 先挖好钩 把这边能烧的都先烧了 受控制的情况下把能烧的先烧了 因为他没有可燃物了 那边再烧过来就没事了 先挖个钩 把他可控范围内的先烧掉 但他这边已经烧过了 待会就算是那边大火再过来 也没的可烧了 那就会灭 所以疫情也是这样 可控范围内的先把这一批先烧了 后面的话他再来也没用了 没的可烧了 那就不至于串联成一场 没法控制了大火 足够急迫呗 现在这个投放垃圾的站点 就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恨不得所有垃圾 都真是这种分类垃圾的垃圾团 这是一个盖车位后面纳紫钢子 是什么 这种的 买红不是很多 我就先过来 担心人要是太多 我就不想过了 可能就是前两天平完夜 可能有些什么活动 所以人都现在没有搞活动 也不是那么多人出的 毕竟今天是工作日的晚上 没有那么方便 前两天平安夜还是个周末 所以出来的人就叫多 只不过我这种居家办公 相对来说体力上省了很多 没有往返通勤 所以晚上还可以出来 为了减肥多运动 散散步 一般人大周一的 而且前阵子又生了病 估计回去上班 落了一呆活 拼命加班就不错 估计回来都累得要死 就也没有心情 像我这样的 跑到江边来散步 人也还是有的 但是也不到原来那种 想找一个所有人都离我一米远 找不到的成绩 这个空旷劲 想保持一米距离还是很容易的 今天竟然没有工厂 不科学 这连九点都没到 工厂我这边不算 这边是一个停下不动忧伤的琵琶 没到就为了吹过的 今天有这么涮涮凉凉 有一整团的团队效果 那回不去的牵挂 平时这个广场 平常有两个团队在这里跳集体广场舞 今天竟然一个团队都没有 真奇怪 结束了 竟然走得热乎了 把我的衣服都稍微脱下来 挤腰上 现在出门 完全预估错了温度 而且稍微走动起来以后 会冒热气一点 看吧 太古窗虽然我不进去 但是给你拍一下停车场 你看这停车场 停了这么些车就知道里头人多了 里头停车场全都停满了 也有空了 这不空了几个位置 这空了一个两个的 基本都停车 里头那排也是车 反正也有空位 但不多 整体至少是停了一半以上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真是确实有点 怀念以前的生活 想回去看电影的 但是觉得有好看的电影 听说阿凡达2很无聊 除了特效还是特性的 没有兴致 因为阿凡达当时 大家给它吹得深呼气神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就觉得很无聊 虽然它特效确实可能还行 但是不知道为啥 可能我没有get到那个点是怎么着 我并没有觉得因为它特效很好 我看阿凡达有什么特别觉得好的 我当时看阿凡达大家吹得那么深呼气神 我都没什么那么大的 觉得很大笑值得赞美的地方 因为故事可能对我来说 还好 反正没有到那种 那么神奇的地方 但是阿凡达那会儿那个电影也是超长 看的人也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所以阿凡达2我就真的也没有什么兴致 因为如果它是我刚才看过 觉得特别好看 我可能会虽然听说我很无聊 但是特效好什么 我可能会考虑去看一看 但是因为我原本看它1的时候 大家给吹得那么深呼气神 我也没觉得多好看 就一般般 你现在来跟我吹阿凡达2只剩特效了 剧情更没有了 那我也就真的很一般般了 感觉你说人多吧 现在也就不到9点 你感觉看外面这个人流量 里头人流量也没有高到特别高 当时在停车场停的还暖暖 但可能是因为是周一的晚上 并不是周末 也就一般般 我感觉好像还是来了不少人 因为我感觉这些私家车应该是 就跟小县城里头那个超市门口提很多 私家自行车 私家电筒车是一样的 这代表了有很多人来这个地方 很多人骑小车小电驴就过来了 还有人流量了 还有人出来摆摊 然后前面还不摊 因为那是个小餐馆 那都是买些生活的小五金 手机贴膜 平保50元 手机20元 感觉这个膜真不便宜 让我自己贴个膜 不过现在的膜也挺贵的 买一个钢化膜 你要是网上买 可能也要10块钱 可能好一点的要15块 那他如果事实上不知道 以前路边贴个膜 这只要10块钱 他20块我就嫌他贵 但是现在的膜也整体可能贵了一些 所以可能这个也不算什么 他就贵